57个国家也没用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来华状告以色列 11月20日至21日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代表团集体访华 他们为什么集体访华 因为就在一周多前的11月11日 沙特刚刚召集了所有的57个伊斯兰国家 在利亚德举行了两场峰会 沙特非洲峰会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联合特别峰会 目的都是要给巴以冲突降温 虽然57个国家达成共识 也发出了一致声音 但对于疯狂的以色列来说 可谓一点用都没有 人家要的是武力占领加沙 其目的是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赶走巴勒斯坦人 而这57个国家却想聚集在一起 商量出一个和平计划 那不是做梦是什么呢 这不就是典型的已退让求和平则和平王吗 他们开会没有任何用处 这才有了集体访华 求中国主持公道的一幕 说白了就是来中国撞到以色列 可能有人说了 伊斯兰国家当中那么多美国盟友 为啥不去白宫呢 以色列是白宫的爹 这些国家就是去白宫哭死 拜登恐怕连正眼都不会正眼瞧他们眼 所以他们还是知道去哪说理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代表团 才集体访华 访问期间 中方江同代表团 就推动当前巴以冲突降温 保护平民 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深入沟通协调 中方立场当然非常对 中国不是当事方 中国不偏不倚没有站在任何一边 所以中国追求的目标 当然是冲突降温 保护平民 公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呢 目标当然是一致的 手段呢 伊斯兰占领加沙 乃至占领中东更多地区 那是铁了心的计划 所以57个国家 不如人家一个国家有用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集体访华 请求中国伸张正义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如果没有中国在这一直主持正义 以色列恐怕更加有恃无恐 会更快占领更多中东国家的领土 但是中国并不能替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直接做什么 中国只能政治上帮助巴勒斯坦 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持 中国可以出售各种物资 装备 但这是和中国并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又能怎么样 因此这个事情本质上首先是巴勒斯坦的事 其次这是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伊斯兰国家的事情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首先应该和巴勒斯坦一起承担责任 只有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带着巴勒斯坦一起承担责任 那么这个事情才真正有转机 否则中国只能在联合国组织正义 在政治外交上声援 其他中国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现在的巴以问题不是劝以色列的问题 因为以色列早就说了根本不会听劝 为此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甚至宣称不惜使用核弹 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首先靠劝和恐怕是不可能的 因为战场上拿不到的就不可能在谈判桌上拿到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巴以问题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 现在提议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一起与以色列打仗 这个也不是应该主张的 和平不易 战争不应该大规模蔓延 但这是谁的事情呢 谁的事情谁得去拼搏 那么兄弟之间是利益共同体 提供支援总可以吧 所以很多是不是靠嘴炮轰出来的 得是靠大炮轰出来的 这大炮该谁去轰谁就得去 而不是指望烧香拜佛能求来和平 加沙还有退让的空间吗 再退整个加沙就是以色列的了 现在美国以色列已经讨论后边如何处置加沙了 你们还幻想靠别人替你能把加沙说回来 那怎么可能呢 加沙还得靠自己去夺 否则不但加沙没了 约旦和西安未来也没了 再往后约旦 西奈半岛 黎巴嫩 叙利亚 都是人家以色列说的应许之地 你们就等着上帝的炮弹 来把你们的地方给应许了吧 中国帮忙真的很彻底 斗争还要靠自己 中国帮助巴勒斯坦 帮助伊斯兰国家可谓是彻底 怎么个彻底法 主要三点体现 第一点在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主持正义 巴以问题 在联合国谁能与美国硬扛 只有中国的力量 是中国在力挺巴以两国方案 否则谁又能顶住美国的压力 让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怎么说的 据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18日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2023年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结束后的总结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在拜登等人面前表明了声援巴勒斯坦的立场 但收获了上述冷淡反应 安瓦尔说当我呼吁拜登采取同样的原则 叫停滥杀加沙地带妇女儿童和其他无辜者 我可以看到 当我谈到这一点时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就是说安瓦尔这么正义的表达了态度和立场 连有回应都没有 如果不是有中国 巴勒斯坦还能存在吗 但只要中国在 巴勒斯坦会一直在 这就是中国大国力量对世界各国的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 不但没有拿巴勒斯坦的利益去与美以作交换 还拿自己的资源力挺巴勒斯坦 为巴勒斯坦人争取合法权益 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第二点在全球范围内 为巴勒斯坦组治正义 巴以冲突爆发后 中国的领导 中国的中东特使满世界跑 访问了很多国家 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沟通 中国为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 可谓是操碎了心 可谓是鼎力相助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哪个大国会为一个被蹂躏的弱国 如此撑腰打气 没有第二个国家了 第三点你们想买什么 我们就有什么 还无条件出售 只有价廉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哪个国家的各种设备 装备 物资 比美国更加丰富 更加先进的 恐怕只有中国了 中国装备从民用到军用 现在大量都比美国先进 比美国先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以色列更先进 这些装备中国都卖吗 中国的武器那是成剑制的卖 生产线也卖 技术也卖 还手把手交 关键是还便宜 同样的价格买美国一艘军舰 买中国至少三艘同级别 同级别无人机 美国一架的价格是中国的至少五倍以上 中国直接呈旅集的系统装备 成套出售全世界绝无仅有 又便宜又好 关键是你得敢用 这些认谁说中国不是人质意境 认谁说中国不是公平正义 但谁也不能指望中国 替你们把你们自己该承受的业给承受了 中国帮忙很彻底 斗争还得靠自己 中方的建议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要听得懂 中方主张是这样的 王毅外长说当务之急是全面之行 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有关决议 立即停火止战 为什么必须得停火止战 因为不停火止战 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就会继续蔓延 已经死了一万多人了 然而怎么停火止战 这首先就得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团结一致 一致向以色列和美国施压 因为就是没一两国的力量导致了这一切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对美国表达足够的强硬了吗 布林肯到沙特等国转了一圈 你们还不是的乖乖从啊 美国是以色列的支撑力 以色列是疯狂的行凶者 面对这种情况 治病的逻辑就是要不施压美国让其减少支持 要不把以色列干趴下 让其不能施暴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王毅强调任何涉及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安排 都必须征得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意 也要照顾地区国家合理关切 任何针对当前形势的解决办法 都不能背离两国方案 都应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这般话 实际上是在给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做了担保 就是以色列无论现在做的多绝 中国都不承认 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具有合法性 当然如果巴勒斯坦都屈服了 那中国也没办法 王毅外长说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不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 中东就难有持久和平稳定 东方将继续坚定站在广大阿易国家一边 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 继续为推动实现巴以和平 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